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有线新闻 我是麦信妍 上个星期逝世的国务院元总理李克强 遗体将会在11月2日在北京火化 李克强的遗体上星期五 由专机从上海护送去到北京 为悼念李克强 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 各省市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边境口岸和中国驻外市馆 火化当日会下半期之外 内地宣布明天起取消黑马 海关总署说 11月1日临时开始 出入境人员不用再填写 俗称黑马的健康申命卡 但是有发烧、咳嗽 或者传染病症状的人 应该要主动向海关进行健康申报 如果有隐瞒将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推出三年纪的黑马即将取消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 欢迎任何可以理讯口岸人流管制的措施 至于会不会增设24小时口岸 或者两地一检 李家超说会精益求精 令到口岸运作畅信 我们不时都反映我们对于整体 在口岸管理方面的一些意见 当然我们任何可以令到口岸的人流管控 是更加畅信 我们都是非常之希望见到 令到口岸整体运作畅信 我们不时会看看精益求精的办法是怎样的 所以如果某一些口岸有任何的优化措施 我们经过研究也会向大家宣布 神舟16号三名航天员完成载轨任务 顺利返回地球 全部安全顺利出舱 三人身体状况良好 他们将会乘搭专机去到北京进行检查 何心言报道 早上7点48分 推进舱和返回舱组合体 完成推返分离 到55分返回舱离开黑場区 打开降落山 大约8点11分 顺利在东风着陆墙降落 一组在代名区域的首舊回收空中分队 随即赶到接应 之后三名航天员陆续出舱 大一位是完成了第四次飞天旅程的景海鹏 他说心情激动 又和在场人士揮手 没有出现一颗差错 做到了零失误 零差错 之后出舱的朱阳柱 说期望可以再上太空 首先感觉回家的感觉正好 另外我感到非常幸运 后续我一定会坚守初心 再接再厉争取早日重返天空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最后贵海潮都顺利出舱 无论身处太空还是回到地面 我都会心怀宇宙 知行合一 以实际行动 践行作为一名航天员 一名教师的出行使命 期待再次到中国空间站出差 晨州16号成组 又被称为博士成组 三名航天员载轨住留154日 期间进行了一次出舱活动 和太空售货 另外都带了实验样本回到地球 将会用于不同领域的科学研究 有线新闻何心燕播 区议会选举提名期昨日结束 民主派因为不够三会提名 在区选清零 建设派的实证原策 也未能传掃入閘 行政长官李家超 形容新制是从中选优 从新制度公平 参选人的背景多元 何软仪报道 区议会地方选区171人报名 行政长官李家超 说平均4人争2名 反映竞争激烈 参选需要三会提名的设计 是为了从中选优 地区三会行使提名权 有责任去判断想参选的人 是不是真正爱国爱港 有志服务社区的有能之事 确保获选的区议员 是真心真意 并且有能力 称职地 为社区和为市民做好服务 参选人的背景属多元和多样的 包括长期扎根社区 地区工作丰富经验的人 也有不畏新劳立志服务社区的年轻人 有少数族裔人士 更有不同的专业人才 民主派无一入集 经济派实证原出 亦有人不够三会提名 行会成员汤家驊说 提名门槛过高 被问到新制是否令参选者政治多元 李家超说制度公平 大家应该尊重提名人的决定 所以我们的标准是 为了我们选最优秀的一些区议员而定的 所以定得高 是为了我们选最实识的区议员 如果在过程中未能成功 应该继续优化自己 令到下一次 无论是提名人或者选民 都信服认同 你是可以优异地 称职地服务社区 李家超说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 14日内会确认候选人资格 当局首后会举行候选人简教会和选举论坛 他呼吁选民在12月10日投票 有线新闻何远宜报导 民主党首次无法参选拘选 主席罗建希说 不会断言以后不再参选 也会视乎党友的意愿 思考民主党未来路向 我一直的心态都是我完全没有任何所谓解散的包袱 但同一时间就是我觉得在香港我可以试到的地方 可以尽量做的地方就尽量去做 那会是一个最后最后的选择 如果时势是这样来到的时间 那就是这样来到 过去这几年大家看到很多不同的团体组织去离散 我会觉得如果现有的组织散了的话 其实那个重新再组织起来的机会是小的 所以我自己很不希望要去离散 新思维亦都未能够取得足够三会提名 未能参选 主席迪志远认为 三会成员考虑提名的时候 应该只需要确保对方爱国、爱港 容许不同政治背景人士参选 最后交由选民投票选择 研究六四事件的学者何晓青 申请延长工作签证被拒 李家超说 入境处按一贯机制处理 广播剧机制处理 若他会拒绝后公司赛线或是否有任何危险 包括保安和则 港股中午跌超过300点 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17,097点 跌308点 半日成交超过400亿 期指方面 11月报17,106点 跌373点 12月报17,160点 跌385点 成交超过57,000张 恒生科技指数 报3771点 跌83点 十大活跃港股 刑负基金跌3.6 腾讯控股跌5.8 恒生中国企业跌1.1.6 比亚迪跌9元 汇丰控股跌1.4.5 微团跌3.2 阿里巴巴跌1.6 中国石油股粉跌9.1 南方恒生科技跌8.2 中芯国际跌1.1 其他新闻 内地製造业表现差过预期 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结束4年升 10月跌至49.5 再回落至50以下的收缩区间 表现差过预期的50.2 官方非制造业PMI就跌至50.6 是今年最低水平 表现亦都差过预期的52 国统局指受11国庆优价 和假期前部分需求提前释放等因素影响 制造业PMI景气水平有所回落 经济持续恢复基础仍需要进一步巩固 西银认为一旦尾巴冲突升级 或会令国际油价大幅飙证 西银发表报告预计今年第四季 油价平均是每桶90美元 明年将会降至81美元 因为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令需求减少 但警告尾巴冲突变化 有可能令原油供应大规模中断 情况就像1973年 阿拉伯石油禁运的时候这样的影响 到时全球石油供应 将会每日减少600万至800万桶 油价有可能高见每桶140至157美元 休息回来会报道 回来新闻时间 施政报告提出落实爱国主义教育 教育局局长蔡若年说 不是要强硬要求学生爱国 而是希望以积极正面的角度 教育学生认识国家 在国家有需要的时候 展现承担 王俊转报道 政府推广爱国主义教育局局长蔡若年认为 学生应该认识国家 执政党和一国两制 形容爱国是大是大非 但不会强硬要求学生 去爱一个党或者一种制度 价值观的培育是应该从积极正面的角度去的 我们没有理由教他要逃避 要只是停留在不中意 其实要想怎样去解释 见到你觉得不妥的东西 你会有两种反应 一个就是说 这个是我家 我帮忙执好它 或者我有一个使命感 有些就说 这样啊 我不如搬 所以其实我们希望 如果我们的国家是我们自己的国家 见到好东西的时候 我们当然就是感觉 大家都是非常开心 很光荣 见到要发展 有一些要改善的地方 我们也希望年轻人是有承担 试政报告新措施 包括小学常识科 即将由人民和科学两科取代 蔡若年说新旧课程有九成相同 改名是为了方便区分 蔡若年又被问到 有不少高官的子女都到外地升学 她说自己没有留意 我自己就是本地读 小学中学大学都是 我两个儿子其实都是在幼稚园 小学中学都是在香港 幼稚园在保良局那里读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香港的教育制度 真的非常之好 也都是很多外地的家长都很深意香港的教育制度 当然你说高官的子女 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读呢 这个我就说爸爸妈妈做什么呢 小朋友在哪里读书呢 其实我觉得就不应该捆绑在一起 她说小学全面推行小班教学 仍然是政府的目标 不过不应该视之为救校的策略 每班的人数应该以教学为本作出调整 《游线新闻》 王俊瑾报道 因为初选案还颜的被告周嘉诚 涉嫌托代表律师转交投诉信 给申诉专员公署案件提堂 周嘉诚早前被懲教署禁收书籍 今年5月她和代表女律师会面的时候 涉嫌将投诉信交给对方 去信申诉专员公署投诉 国安署拘捕两人 控告他们将未经授权的物品 违离监狱罪 案件押后至明年1月再信 周嘉诚没有申请保释 女律师获准以2万元现金保释后信 太古城有私家车失事翻轴 4人受伤 私家车被移正停在路边 移正停在路边 车头塌陷 一个车轮飞脱 在早上7点多 私家车沿太古城到东行 至卫星角外失控 撞位行人路石博之后翻转 50岁男徒人和79岁女徒人 被碎石快击中受伤 私家车女司机和她的9岁女儿 亦都受伤从远 加拿大宣布禁止政府设备使用微信 加拿大情报机关说评估显示 微信构成不可接受的私隐和安全风险 新禁令旨在确保政府网络贴备使用TikTok 中法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 双方就中欧关系等的议题交换意见 外掌王毅强调 中欧是伙伴不是对手 双方共同利益大于分歧 中方视欧方为多极化世界中的独立和重要一极 双方关系有着内在逻辑和强劲动力 王毅又说中法作为独立自主大国 应该坚持互相尊重合作共赢 共同推进国际社会的团结进步 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说 法方自力推进欧中合作 并就国际热点问题加强协调 向世界展示 双方能够共同发挥重要作用 又说法国重视发展对华的关系 重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作用 无意限制中国发展 以色列指在加沙的行动里 救回一名月初被老走的女兵 女兵回到以色列和家人团聚 拥抱和亲民庆祝 女兵负责侦策任务 在月初哈马斯特杂基地的时候被老 乙军在加沙持续扩大攻势 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不会停火 否则等同投降 美国白宫也指不支持现在停火 但认为应该暂停交战 以便人道救援 哈马斯就再公开新的人质片段 详情由李健森报道 以军计早前陆续进攻加沙北部之后 据报亦都由其他方向发动攻势 并且在加沙的主要公路推进 相信是要截断和孤立哈马斯在北部的战力 加紧军事行动之余 有传以色列官员日前曾经在卡塔尔 初相释放人质的协议 在哈马斯新公开的片段里面 三个女人质并排移坐 呼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致力争取他们获释 答应人质换囚犯的提议 又批评他无法防范月初的特杂 内塔尼亚胡就批评 片段是哈马斯残忍的心战宣传 以军扩大对加沙的行动规模之余 继续应付北面和真主党的边境冲突 并且声称在西岸执行反恐行动 攻击杰宁的武装分子和据点 说有伊斯兰圣战的武装领袖被击杀 美国总统拜登和官员日前向内塔尼亚胡 胡同乙方施压 要求加强保护平民 以色列警方拘捕一个士兵 指他涉嫌上星期六休班期间 在西岸北部一个殖民区 射杀一个彩杂橄榄的巴勒斯坦农民 他辨称只是双方居民冲突时开枪示警 否认射杀农民 有线新闻你见生不到 风暴奥地斯吹杂墨西哥 旅游城市阿卡普尔科增加至少45死 包括三名外国人 有几十人失踪 有民众在脸房出面等候认领亲人的遗体 和向当局提供资料 当局加紧救灾和善后工作 电力供应未恢复 食物和食水严重不足 阿卡普尔科有店铺被抢掠 当局估计风灾造成的损失高达150亿美元 派出大约1万7千名军警协助救灾 海军亦会加紧打鲁 在奥地斯吹杂期间 在港口沉没的船隻 好 谢谢大家